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巴冲突爆发至今 已经造成超过两万四千名无辜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杀 日前 首相达多斯利安娜重申大马立场 也就是支持南非入禀国际法庭 指控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暴行 此外 首相也发起一项 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寄出明信片的特别活动 以表达大马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立场与和平愿景 通讯部表示 属下安娜尔和内阁也都加入了这项禁明信片特别活动 并且在协有 我们呼吁联合国接受巴勒斯坦作为正式成员国的特别明信片上签名 首张明信片是通过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提交 希望我国人民真诚的声音能够获得古特雷斯的重视 首相说 这项举措主要是为了向古特雷斯表达大马人的愿景 并敦促联合国接受巴勒斯坦为成员国 以及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带的残暴行为 首相也提到 我国子民可以在全马的邮政局 或通过大马邮政局公司的官网购买这些特别明信片 每张大约两令吉 以共同参与向联合国秘书长寄出明信片的活动 下个星期23号 首相达德斯里安娜将在部城国际会展中心 揭幕第42届国际海关日庆典仪式 届时大马皇家关税局精锐特种部队 也就是海关反应突击作战队将会参与演出 第42届国际海关日的庆典活动 主题为新旧伙伴同心协地 庆祝大马皇家关税局在长期以来的卓越表现 据了解共有30个政府机构参与其中 包括销售和服务税在内的海关部门 为了确保水费调涨不会对低收入群体 以及赤贫群体造成负担 能源转型及公共事业部副部长 建议州政府和水工运营商向用户提供补贴援助或回扣 另外 该部将根据水部工业法令采取必要行动 一旦发现国家水部委员会监管的水工公司 没能够达到所规定的服务关键绩效指标 该公司的执照可以被撤回 阿曼纳斯拉表示 随着水费将从2月1号调涨 相关水工公司的收入将增加 届时将提升服务水平和解决各州的水工主要问题 至于国家水部委员会为水工公司所制定的关键绩效指标 则包括确保发展和提升主要的机设 例如更换破续水管或建设新的绿水厂 目前 数个州署已经向该部提出有关改善服务和设施的建议 确保能够为各自的州署提供更优质的水工服务 这项规划是该部两三年内的重点 并且证明一旦水费调整 服务也将水质提升 阿曼纳斯拉指出 配合水费调整 该部和国家水部委员会将研究和监管 所有来自各角度的事项 以确保水工服务发展能够持续和落实 对此 该部也将研究水工公司所面对的主要问题 尤其是要解决供水问题 如果我们研究水工服务的水平 基打消费人协会主席 Muama Yusriza表示 该协会对于调整水费 以享有更好的水工质量表示欢迎 对此 民众也希望相关的机设 能够落到实处 以便为民众带来便利 国家水务委员会宣布 下个月1号开始 西马半岛和纳米用户的水费 每立方米将上涨22000 不过本次水费调整 将根据国内不同类别的用户 水费制定机制进行 根据大马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本月15号 全国共有112万9千人 注册主数据库系统帕渡 目前雪州的注册人数 位居榜首共超过23万人 紧接着为沙拉月和卢佛 根据数据 雪兰额登记人数 目前达到23万3547人 其次是沙拉月有12万2000人 以及柔佛11万9909人 沙拉月和卢佛11万 本月推行的主数据库系统 是我国政府派发补贴援助金的 核实主要来源 值得议题的是 主数据库的宗旨是要为人民 提供具有针对性 及高效率服务 目前获得社会的积极响应 来关注纳敏的白糖短缺问题 来自沙巴重达9792公斤白糖 今天顺利抵达纳敏 并且准备上市销售 以解决白糖不足的问题 纳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局长 纳敏大表示 民众可以在纳敏各大商场或零售店 购买白糖 此外 另一批来自沙巴 大约1万公斤的白糖供给 预计将在明天抵达纳敏 因此民众受粗 不要恐慌性购买 因为当地的白糖供应 已经逐渐稳定 日前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德罗阿米桑表示 纳敏白糖供应短缺的问题 最迟会在17号 也就是今天解决 白糖供给正从沙巴和西马运往纳敏 雪州四眼末 自2021年起 陆续展开的道路扩建计划 第二阶段速度展延 种种因素 包括学校家长将车辆停靠在路边 以及扩建计划展延等等 导致相关地区的交通 在繁忙时段水泄不同 为此公正党四眼末区部 呼吁相关当局 尽快解决问题 以免给民众带来交通拥堵的困扰 据了解 四眼末道路维修工作 被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工程范围 从启治滑小 到四眼末电动火车站 目前涉及拖延维修工作 是在第二阶段 维修路程为60公尺 早前预计在2023年竣工 期间相关项目曾宣布拖延三次 最近宣布再度拖延到今年四月 由于承包商数次拖延维修计划 导致每天过万使用这条道路的人 经历严重交通堵塞问题 他们已经延迟了四次 最后一次是现在是讲四月 今年四月会好 可是我们也是担心 因为我们平时 我们没有看到 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在努力的去做 因为by right 你已经迟了交货 你应该增加你们的人手 或者你跑两个shift 来尽快完成它 因为我们这一区的居民 每一天早上六点半早上 就开始面对到这个严重阻塞的问题 另外四眼末达南路口 衔接其他道路 成为不少地区居民的必经之路 目前涉及的地区 大约有25栋公寓及住宅区 人口十分密集 再加上长期以来 Garden国际学校家长 把车辆停靠在路边 导致短短2.5公里路 需堵车超过一个小时 目前四眼末达南路的扩建计划 第四阶段的700公尺路段 已经在几年前完成 至于剩下的1.3公里扩建计划 则是杳无音讯 那条路从20多年前到今天 还是一来一往的 完全没有提升 然后我们也希望当局 就是还剩下的这个phase 3 到目前为止 政府也没有消息 就是要做还是不要做 或者是他们有没有budget来做 可是我们希望 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个phase 2 尽快完成它 就是他们说4月中会好 我们希望3月中会好 我们希望他们是准时交货 为此人民公正党四眼末区部 署理主席郑成龙 呼吁相关承包商 尽快解决拖延及未完成项目的问题 避免为人民的生活造成困扰 RDM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selaras dengan pendekatan dan tasar transformasi digital Kedua, menjamin supaya manfaat dan kemudahan itu dinikmati oleh orang yang berhak menerimanya Dan tentunya dengan cara yang semuanya mengurangkan kos, mengurangkan ketirisan Dan kaedah diperkenalkan dari PADU ini ialah secara tidak langsung memaksa setiap warga negara Faham tentang transformasi digital Dan menggunakan sistem PADU dengan sendirinya Kita ada pencerahan, kecelikan budaya dan kecelikan digital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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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警员先是以违反陆路交通法令为有 拦截现年18岁就读私立学校的男女学生 接着 一名涉案警员将本地男生带到银行 要求后者提款缴纳法监 而另一名警员则将外国籍女生带到别的地方性侵对方 两名警员被扣押后 今天被带到安邦推示厅面对四项指控 包括抢奸 性侵未成年人 涉嫌违反自然性行为 以及在性侵时使用物体 不过被告都否认有罪 法庭随后批准被告给2万令吉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3月12号过堂 去年12月 两名男教师与友人聚餐后 供车尾家 不料途中被辆反方向车道失控的宝马轿车撞上 导致两人重伤病命 今天 照顾司机被押往北海推示厅面控 并且否认主驾撞死人的罪行 法庭允许被告以8000令吉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3月7号过堂 根据控犯被告去年12月16号凌晨2点30分 在威北浦马当路驾驶的时候因主经超标 而撞死两名分别为31岁和32岁的无意男子 抵触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4条第一款B项 一旦罪名成立 被告可以被判监禁不少过10年和不超过15年 或罚款不少过5万令吉和不超过10万令吉 被告的代表律师向法庭求警 指被告是一名维修工程师月入7000令吉 并且已经离婚而需要抚养三名还在求学的孩子 而且还得照顾年迈父母 要求法庭将保时间降到最低 推示聆听代表律师的陈述后 允许被告以8000令吉保时间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据了解 两名死者分别是在日落洞培新华校 任教伊斯兰教育课 以及在丹伦福亚国中任教英语 事发时 他们与另外4名友人聚餐 也欢送其中一名老师转校 补料却在离开餐馆10到15分钟后发生悲剧 罗佛八之八侠连续有金针寺和祈祷师傅 初步调查 两起火灾事故的作案说法相似 因此不排除是同一人所谓 该州总警长 达特 Kamaruzaman表示 当局目前正在全力追查刑犯的身份 罗佛八之八侠铁山干榜巴黎西米斯达拉清真寺 本月14号发生火患 不料隔天 位于戴山干榜巴黎班卡斯的祈祷室也被人纵火 警方援领刑事法典第436续议纵火条文 调查这两宗火灾事故是否有所关联 同时呼吁知情者前往邻近警局或联系查案官提供线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故 涉及大汗航空和国泰航空 当时大汗航空有两百八十九人 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 幸幸而是所有人都没有大碍 大汗航空表示 初试客机被拖车拉上跑道 因为积雪 使得拖车发生打滑 才不幸导致客机的左翼 撞上了国泰航空客机的尾翼 据报道 大汗航空已加客机在昨天下午五点三十分 原本该从新千岁机场飞往首尔 古调客机在起飞前移动的过程中 机翼却不慎撞到停在停机坪上的国泰航空客机 这起事故造成大汗航空客机的族主义折断 而国泰航空客机的机身尾部被撞出一个洞 大汗航空客机上当时共有二百八十主人 包含乘客和机组人员 而国泰航空则机上无人 庆幸而是 这起事故没有引发漏油或火灾事故 也没有死伤报告 这本今年开年不平静 两个星期前 东京雨田机场发生了一场 禁忽艰难性的相撞事故 当时一架日航客机在降落时 与一架较小型的海岸警卫队飞机相撞 体育新闻 我国南丹李子佳在印度语球超级七百五十公开赛 南丹首圈立错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杨灿 顺利报到十六强 虽然李子佳在首圈开局慢热 但还是成功以二十一比十七 二十一比十九战胜对手 熬取对后者五战全胜的不败战绩 此届赛事中 世界排名重返前十的李子佳 本次第五次与世界排名第十九的杨灿交手 目前获得五场延胜的成绩 首局双方表现平分秋色 多次互换领先权 随后杨灿以十一比十进入间歇 期间一度以十七比十三领先 不过随着李子佳在关键时刻加强进攻 最终以二十一比十八逆转局势 次局双方比分在一开始还是相当胶着 不过在获得十六平后 李子佳以二十比十六取得赛点 尽管杨灿当时尽可能挽回残局 但是依旧不敌对手 最终李子佳以二十一比十九再胜一局 在上周大马赛 李子佳上演一轮由 以一比二不敌来自中国的陆光组 此次赛事对他来说 相信也承担不少压力 另外李子佳会在十六号赛事上 与印尼五号种子约纳坦 与香港老将吴嘉朗之间的胜者对战 二零二四马运会八月将在沙月举行 对此斯美兰州政府放眼该州 在马运会挤入榜单前九名 另外阔别六年 重新举办的斯美兰州运动会 将有三十六个州选区同步展开 届时州政府也会将羽球 室内足球 英式篮球和藤球整合为一 以推动斯美兰的运动文化 斯美兰州行政议员 布萨帕透露 共有四百五十名运动员 代表斯美兰参加三十五项 不同类别的体育项目 早前轻体部长杨晓双宣布 二零二四年马运会会在八月十七号 至二十四号与沙拉越古径体育场举行 作为东道主 沙拉越获准 增办数个项目 包括拳击 泰拳 发射滚球和电竞等 同时 四米兰州务大臣 达特斯利 Aminu电子出 该州政府为三十六个州选区 各拨款一万令吉 作为运动会的经费 四米兰州运动会将在本月二十七号 至二月十八号举行 本次四米兰州运动会只开放给该州所有年龄 十六岁或以上的子民参与 参与者必须根据身份证或选名册的地址 作为代表其选区参赛 华人农历新年将至 马中教育发展协会 携手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举办一场华乐新春音乐会 纵向新年之声 新闻结束前透过镜头一起欣赏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